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老人去世 又回来的一个案例 这是去年年底啊 去年年底的12月 我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老客户了 他前来求策 开始呢他是说 他有一个女儿晚上经常哭 经常哭 然后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然后还有这个发烧的迹象 开始我也没太在意 就帮他分析了一下 就看了一下他女儿的八字 看完之后呢觉得没什么 一切都很正常 然后我又起了一个奇门局 起了一个局之后呢 发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石干呢 假虚几啊 这些其实都看了 都检查 那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 这个藤蛇 藤蛇在生门之上 这个而且还在前六宫 这有可能是 这有可能是 就是男主人啊 男主人遭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因为藤蛇在奇门顿家里 就是那些 跟鬼怪啊 跟这个不干净的东西相关的一些事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 你们家这个房子 这个老人啊 有没有来过 或者是说有没有老人去世 然后呢他就把电话打来了 打来的跟我讲了一下这个经过 这个事也很蹊跷啊 那所以也是因为这个事情的经过吧 我把它做成案例 因为最终是用念大悲咒的方式去化解 呃 所以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跟这个 跟这个 呃 孩子的爷爷呢 其实 呃 有一些 有一些不太对付之前 呃 当然这个爷爷已经去世了 孩子爷爷去世了 就是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他们因为这个孩子 呃 吃饭的问题 就当然老人嘛 都希望孩子多吃一点 但是妈妈呢 现在年轻的妈妈可能 对这个饮食啊 脾胃啊 更了解 因为孩子孩子一吃多就容易生病嘛 发烧什么的 所以就产生了一些问题 然后有一次呢 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大吵了一架 吵了一架之后呢 他他就带孩子走了 就回娘家了 然后 过了几天吧 然后就突然接到电话 就他儿子回来了 他儿子长期是在外地 在深圳 然后他这个房子呢 是在成都 嗯 回来之后就给他打电话 说 说那个爷爷已经去世了 就死在家里了 然后医生看完之后呢 就说是 就吵架那天晚上 吵架那天 他带着孩子不走了吗 当天晚上可能是睡着睡着觉 应该是 心脑血管的疾病 就去世了 后来他儿子回来 老头已经凉了 好几天了 然后就开始这个办丧事 都料理完了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最后就说 还有一个事 就他儿子在 就在他跟我求策的前几天 看见他爸又回来了 就在屋里 嗯 所以就把这个事呢 和他女儿 为什么哭 生病 联系到一起 嗯 所以就是腾蛇 腾蛇 嗯 这块有个寻空啊 寻空有马性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 没有寻空 正在发生 嗯 也是老人嘛 牵挂 然后这个房子呢 是他们现在正在住 嗯 这个 他现在是属于女主人 库尔公 鸡土 假虚鸡 日食同工 也是正在发生的 然后呢 又给他看了一下这个 这个房子的户型 这个房子其实也很奇怪啊 户型看了之后呢 缺角 最关键的是 大门 动了这个 灾煞 大家知道这个灾煞呀 嗯 房子里有 不要紧 如果能缺角 那就不管它了 如果要是像 呃 灾煞比较偏 压一下啊 或者是不要 不要让它动起来 也可以 但是 门不可能不动啊 开门 关门 呃 上班 拿快递 这都需要 还有原因呢 就是 走到了 辛丑和 人银的这个时候啊 因为 因为老头是 辛丑年 下半年 啊 去世的 啊 所以 这块也是 有一个病星 上面 临着前六宫 就这儿 也是家中老人 呃 时间 都对 然后 在 据他说啊 是在 2000年 呃 2020年左右 这个矛盾 因为 因为是有了孩子之后 孩子长大了 就那年有的孩子 长大之后呢 这一岁 两岁 还不到三岁 这个时候老人去世了 呃 就有了孩子之后呢 很多问题就 逐渐在爆发 以前还挺好 呃 所以看完这个户型呢 我更加坚定 就是 他必须得画一下 呃 呃 户型画完之后呢 尤其是针对他门口的 这个 有一个栽厦嘛 还给他配了一个 呃 镇宅服 镇宅服之后呢 呃 当然这个 有一些东西呢 你逛镇是不行的 只解决了 户型本身的问题 啊 但是由于这个老人走的 比较 比较横吧 所以他 这些观念啊 他的遗憾呢 还没有解决 那么 我给他出了另外一个建议 就是念大悲咒 第一个呢 大悲咒比较短 不像乐岩咒啊 或者是 呃 像我像网上咒呢 也行 但是 呃 还是大悲咒的 这个 功力会猛一些 他本身也是 呃 也比较信佛 呃 一开始念的时候 这是他的反馈 想哭 然后 呃 已经可以 可以对话 因为他这个人呢 他之前就修行过佛教 打坐呀 念经啊 什么的 都 都有过基础吧 嗯 然后 我就跟他说 一定要 坚持 啊 这是12月底 然后最后呢 一月 一月二号的时候 基本上 没什么问题 啊 基本上就是好了很多 包括孩子啊 包括家里的情况啊 啊 后来又看了一下 基本上就OK了 啊 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当时给他说的就是 一定要前程 呃 首先要道歉 要这个 诚恳一点 哎 不能说 去埋怨老人啊 而且要 呃 非常诚恳的 就承认自己的问题 一定要向善 啊 去把他解救 去帮他的 这个心态 帮助老人的心态 去软化他 不然的话 这个事会 越来越严重 呃 那么 说到这个 化解的方法呢 嗯 其实 呃 像这种奇怪的事呢 也遇到遇到过很多次 那么 嗯 我们 从奇门呢 能看出来 呃 以后还会给大家举一些案例 就看出来之后怎么办 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是 呃 家庭内部的事 那么就用家庭内部人员 呃 呃 对的方法来化解 如果家庭外部来的 那这个就得看情况 量力而行 因为首先从私柱上来排查 嗯 大家都还好 没什么问题 那么 通过奇门呢 主要是找到 当下时空的 这个关键点 也就相当于 像我经常说的 就是 生病求医 命病求医 这个命生了病 那么用疫经 是绝对能排查的 呃 就像望闻问切一样 就是 首先要看出的问题在哪 找到问题的关键点 然后再逐一去化解和解决 呃 奇门就能抓住 当下时空的很多问题 当他来问你的时候 肯定是最急迫的时候 去着急的时候 抓住这个点之后 采取 呃 不管是风水啊 啊 符咒啊 还是画沙呀 还是念经啊 都可以 啊 当然也有一些 我目前化解不了的 啊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课呢 就是说 呃 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如何去 去 在命并上 望闻问切 呃 他念的那个版的大悲咒呢 我一会儿附 附在这个 下面的评论区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想念的话 也可以欢迎来收听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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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